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汪小飞非常不满的意思 之后 汪小飞发文称 因为实在担心家人 昨天说了一些不好的话 疫情期间确实情绪容易激动 希望家人能平安健康 网友们都感到非常惊讶 因为大S和汪小飞是娱乐圈出了名的恩爱夫妻 怎么会突然爆出离婚 据悉 汪小飞和大S是闪婚 见面第四次就决定共度一生 大S曾怀孕三次 最后顺利生下了两个可爱的孩子 组成了一家四口 汪小飞婚后曾被传出轨 去年九月份 他被曝深夜在酒吧 开玩 还亲密搂辣妹 画面十分暧昧 但很快 汪小飞本人就发声成亲 表示自己根本就没有搂别人 而且这已经是两周多以前的事情了 媒体是特意这时候发出来稿试的 两人结婚十年多还是很恩爱的 经常在社交平台上撒狗粮 比如今年三月二十二日的时候 汪小飞和大S迎来了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日 汪小飞就为老婆准备了豪华大钻戒作为礼物 并亲密地称呼对方是小女孩 希望她以后的十年也能愿意和她一起生活 在好友聚会的大合照里 大S更是亲密地伸手捏汪小飞的脸 毫无感情生电的迹象 有媒体向汪小飞求证了离婚传闻 她回应称自己并不知情 而大S却回应称已经在办手续 为何大S会执意离婚 而汪小飞为何声称对离婚事件不知情 今天就让我们来聊一聊汪小飞的风流史和她背后的女人 汪小飞1981年出生于北京 她的父亲名叫汪泽汉 母亲名叫张兰 原本汪泽汉和张兰在同一家斗志品厂上班 可是两人都不安心做上班族 于是纷纷下海经商 汪泽汉 张兰这一下海经商就苦了汪小飞 毕竟做生意太忙碌了 她们根本没有时间照顾汪小飞 汪小飞经常待的是姑姑家和外婆家 好不容易可以回自己的家了 张兰和汪泽汉又因为各种问题吵个不停 她经常在父母的吵架声中进入梦乡 让汪小飞特别伤心的是张兰和汪泽汉吵着吵着就离婚了 她成了离异家庭的孩子 那时的汪小飞感觉特别孤独 她特别渴望陪伴 渴望有一个完整的家 可是现实却是残酷的 而且在她16岁的时候 她又被张兰送到法国留学 过起了背井离乡的生活 在汪小飞在国外求学时 事业心很强的张兰也没有闲着 她在2000年创办了高端餐饮品牌俏江南 到了2003年 俏江南在北京已经有9家分店 在上海有2家分店 也是在这一年 在国外求学6年的汪小飞学成归来 她所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 俏江南餐饮集团担任执行董事 彼时的汪小飞满腔雄心壮志 她曾立志 有朝一日 我会证明自己的价值 不管它有多大 为此她发挥她的所思所学 新建了以她母亲名字命名的 北京顶级商务人士的高档奢华会所 兰会所和概念品牌餐厅 并且经营得还不错 在经营家族企业的同时 年少的汪小飞也没有忘记 寻找能够陪伴自己一生的人 回国后 她谈的第一个女友名叫冯进 冯进比汪小飞小七岁 曾在2004年国际新思路模特大赛中获得冠军 不过 汪小飞对与冯进的这段感情处理得十分低调 江湖传言 他们相恋了两年 与冯进分手后 汪小飞认识了 比自己小六岁的张宇起 两人还在2009年年底举行的 华裔之夜活动上公布了恋情 引起很大轰动 毕竟彼时 一位是年少多金的富家子弟 一位是被周星驰力捧的新人演员 汪小飞和张宇起刚谈恋爱 那会也很甜蜜 两人还被媒体拍到在机场拥吻 有一次 汪小飞遭遇车祸 张宇起推掉一切工作 陪伴在汪小飞身边 甚至情到能时 两人就开始同居 这一同居就是一年半 可是这一同居 两人的感情就出了问题 他们不愿意再互相迁就了 张宇起本来也是一个脾气火爆之人 和汪小飞吵架时 一不小心就上手 张宇起这一上手 汪小飞就不乐意了 最凶猛的一次 他们吵着架 不扇着耳光 对于自己的宝贝儿子 被张宇起打 张兰自然不高兴 彼时张宇起要和周星驰的星辉公司解约 要付一笔赔偿金 张兰就不愿意汪小飞帮张宇起出这笔钱 并且她还有意拆散汪小飞和张宇起 并且表示愿意拿一笔钱给张宇起让她离开汪小飞 最终汪小飞和张宇起低调分手 与张宇起分手后 汪小飞在朋友的一场麻将局上认识了模特吕宛柔 她经常邀请吕宛柔去兰会所 还给她发亲密短信 那时的吕宛柔觉得汪小飞是一个非常有教养的男人 可是他们相恋三个月后 她觉得汪小飞是一个很没有原则的人 因为她发现汪小飞在爱情方面经常受到她母亲张兰的影响 与吕宛柔分手后 2010年9月 汪小飞参加了女演员安以轩在北京举办的30岁生日宴 彼时汪小飞和安以轩已经相识多年 汪小飞一直称呼安以轩为大妹子 安以轩则公开对媒体夸奖汪小飞他人非常好 很热心 而且很有内涵 绝对不是那种不干正事的富二代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热心非常好的富二代 却伤了她的心 因为汪小飞在她的生日宴上认识了她的闺蜜大S 当汪小飞遇到大S 她就觉得大S是她一直要寻找的女人 在和大S第五次见面时 她直接对大S说 要不我们结婚吧 大S答应了她 于是她高兴地拉着大S到王府井买了一对钻戒 还找来几位摄影师朋友给他们拍了一些合照 当汪小飞和大S恋爱的消息传出后 网友这才知道汪小飞和张雨琪已经分手了 而张雨琪也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她和汪小飞早已分手 她还祝福了汪小飞 至于当时张雨琪为什么能如此大气地祝福汪小飞 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她当时在拍摄电影《白鹿园》 和指导这部电影的导演王全安好上了 她还对媒体说她第一次见到王全安的时候就觉得 她是我孩子的爸爸 与张雨琪对汪小飞有心恋情 内心毫无波澜相比 安以轩却内心波涛汹涌了 而她的这种情绪在一次采访中彻底表现了出来 在汪小飞和大S还没结婚时 有媒体跑去问安以轩她和大S现在的感情 安以轩直言 从红娘到仪器到伴娘 我也不知道我的身份是什么 但是我真的没有收到邀请当她的伴娘 我不知道最后 她到底会是让我站在红娘 还是伴娘还是情敌 还是那个位置上 媒体又继续问她 他们现在感情很甜蜜吗 安以轩回答 那当然 那当然 是甜蜜到不行 就是整个嘴角上扬 仿佛打了肉毒杆军 不会下来 明眼人都能听出来 安以轩话里有话 讽刺意味明显 而在汪小飞和大S认识之前 江湖一直传言安以轩和汪小飞在密恋 如果真是这样 也就不难理解对于汪小飞和大S在一起 安以轩为什么会说出这么失态的话了 当大S和汪小飞在2011年3月22日举行婚礼时 大S没有邀请安以轩做自己的伴娘 也是在这一年汪小飞进入京城四少名单 不过安以轩和大S最后还是实现了和解 2017年安以轩结婚的时候 她还特意邀请了大S和汪小飞参加婚礼 而那时大S已经为汪小飞生下了一儿一女 对于大S 汪小飞很疼爱 大S过生日的时候 她会为他精心地制作生日影片 大S一直有肩颈僵硬 酸痛的问题 于是只要不出差 每天晚上临睡前 汪小飞都会帮大S按摩 直到大S睡着 彼时岁月静好的大S 恐怕不会想到 在不久的将来 她将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婚 据悉汪小飞从2020年7月起 就没有去台湾生活 一个人待在内地 与大S有长达半年的分居 在农历新年前 隔离期满之后 才与大S和儿女团圆过年 之后就又回到内地 他们的婚姻也一直被畅衰 传过五次婚殿 这回大S 独家向台媒透露离婚手续再办了 对汪小飞的言行 不与置评 感情似乎真的出了状况 十周年结婚纪念日 汪小飞特意飞到台湾 与大S团聚 还送上了超大钻戒 一句十年希望你还是愿意令人动容 丝毫看不出两人感情出了状况 照片中的大S戴着戒指 娇俏可爱 然后四月份就有了汪小飞 深夜醉酒 开直播 连卖女网红的事 虽然她否认与女网红相识 还道歉了 但紧接着 今天台媒就爆出大S和汪小飞离婚 其实从大S单方面宣布离婚看 她还是秉持了自己一贯的强势做派 两人的相处中 也能看出女强男弱 大S跟汪小飞曾一起上过真人秀 在节目中 大S也是经常一言不合就生气 让汪小飞小心翼翼进入寒蝉 比如大S打电话 安慰被地震吓哭的儿子 汪小飞非常耿直地表示 你一男孩子 地震有什么可哭的 严妇形象瞬间立起 结果大S立即怒斥 汪小飞你闭嘴 汪小飞就乖乖地闭嘴不说话了 大S的果断强势 从两人的对话就能看出 温柔的大S 如果遇到孩子的问题上 还是会疯狂起来的 节目里 她总是轻声细语地对待汪小飞 但是母爱爆棚的 她曾因为汪小飞碰了一下女儿的手 就怒吼老公 这一点小S曾经在受访时爆料过 大S的女儿小悦儿 还小的时候因为小孩好奇心 手指喜欢抓东西 然后大S抱着她时就被抓头发 但是大S就算被抓疼了 也只是温柔地说 心甘甘不要抓妈妈头发 这个情景被汪小飞看到了 就冲过来说不可以抓妈妈头发 然后把女儿手给剥开 没想到大S一秒变脸 对起了汪小飞 你凭什么打我女儿 你凭什么把她手剥开 针对这个情形小S说太夸张了 汪小飞也并不是脾气随和的人 曾经和王思聪的骂战 也是在网上掀起数次风波 可是面对大S 即使对方再怎么无理取闹 也总是忍让 而且还经常在网上高调秀恩爱 似乎相当乐在其中 当时所有人还觉得两人是真爱 如今看来 婚姻的事还真是不好说 希望两个人都能好好处理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一次视频就是他了 同时可以关注一下 大嘴的Facebook 大嘴余记 更多精彩资讯 均在大嘴余记 敬请关注哦